近日空军第11批女飞行员 在空军航空大学初训基地 开展夜航飞行训练 在实训中锤炼实战本领 为后续成为全天候战斗员 夯实基础 18点20分 女飞行学员严仲岳率先驾驶战机升空 展开夜间起降训练 夜间标志灯着陆 是在夜航起降训练中 不使用着陆探照灯的情况下 完全根据跑道标志灯标示 进行着陆的飞行 对于现阶段飞行时间不长的学员来说 难度较大 夜间训练全面利用标志灯着陆 需要学员更精准地判断 飞机动态 拉平高度 以及阶级的时机 通过贴近实战的训练方式 重点培养他们的综合态势感知能力 同时也对我们飞行教官的教学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使飞行学员 尽快适应夜间操作环境 养成夜间飞行习惯 出训基地的教官们 周密制定飞行日计划 合理调配空地秩序 在突出模拟练习 应急情况处置训练 标志灯教学等关键环节的基础上 按需分配教学资源 准确掌握参训人员思想 身体和技术状况 进而全面提升夜间飞行训练质量 只要从战斗力源头 立起打仗标准 帮助学员 肃劳实战化训练的意识 培养出来的飞行员 才能适应未来战场 才能成为战之必胜的空中旅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